大家好,布竹哥你們的 今天是台灣的雙十國慶日 那布竹哥呢就來簡單介紹一下 韓國的國慶日 大家可能不知道呢 台韓民國呢其實有5加1個公園 這5個國慶日分別是 桑米酒 青春酒 寬伯酒 茄春酒 韓國蘭 桑米酒的由來呢是1919年3月1號 韓國抵禦日本帝國主義壓迫 發表獨立宣言 向全世界宣布韓國自主獨立 並且展開了獨立示威 大規模的反抗日韓的合併 為了紀念這樣的獨立精神 韓國政府在1949年10月1號 制定了國慶日法律 把這一天定為國慶日 陳恒酒是為了紀念韓國在1948年7月17號 頒布的韓國憲法 桑米酒這一天呢是為了紀念1945年的8月15號 韓國從日本的統治中獨立 代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結束 而3年後1948年的8月15號同一天 韓國政府成立 從1949年的10月1號起 光復節就成為了韓國的國定假日 第四個 桂春酒在每年的10月3號 剛過不久 這是為了紀念韓國神話當中的坦君 韓國學者認為呢 坦君在公元前2333年 建立了第一個朝鮮族國家 最後的韓格蘭 是為了紀念1446年 朝鮮王朝的西宗大王 那時頒布的昏明重墓 以上5個呢 都算是韓國的國慶日 每到這些節日呢 韓國都會升起國旗來紀念 重點是這5天都會放假喔 另外還有一種呢 是要降伴旗的國慶日 那就是每年的6月6號 雄初夜 全國會在這一天呢 向正王的將士獻祭 也會在首爾的國立公墓舉行紀念儀式 降伴旗的意思呢 是為了表示調變 在這樣的日子當中呢 要降伴旗 像是緬懷戰時者的寫中日 或是國葬儀式期間就要降伴旗 最後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今天所學的韓國國慶節日 以上就是今天關於韓國的國慶節日的特別介紹 我是布竹哥 我們下次見 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